解题电工机械基础追逝电磁特性 有关电流电磁效应之去数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电流产生的磁场形状为同心圆且方向跟导体平行 B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当导体通以电流的时候在导体的周围会产生磁场 C电流产生的磁场与磁铁磁场交互作用能将电能转换为动能 其动能也是电磁力的转线 珠将磁针放在通有电流的导体上 发现磁针会产生偏转 当电流方向改变的时候 磁针的偏转方向也会改变 好了 这次是光丽导A点 大家说下列去处合者错误 一个指向 电流流过去 然后旁边产生磁场 它这磁场是跟火烙烙的垂直的 我们是平行 那这个语意上可能你可能会很容易有误解 所以你就看其他三个选项都是对的 所以错的是A 好了 B选项是什么 就是 奥斯特发现磁场 方向是谁发现的 方向是阿比发现的 你就把它记一下 第三个 电流产生磁场 磁场的周围 我的磁针会转动 所以这个是一个电能转动状态 是对的 再来第四个 就是电流改变方向之后 磁针会改变方向 是因为阿比又促进者 电流方向产生不同磁场方向 它磁针会改变 这是H 第一题 A是错的 可以吗 答案为A 答案为A